欢迎收听Talk Taiwanese Mandarin 这是一个全中文Podcast 听听真实自然的台湾华语 带你认识不一样的台湾 你可以到我的网站去看文字稿Transcript 哈喽大家好我是Abi 那今天这一集是环岛旅行的第二集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第一集的话 你可以先去听EP28第28集 那个是第一集 那其实如果没有听的话也没关系啦 不过如果你想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天跟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有我分享一些 我为什么会去环岛旅行 和我平常的旅行方式是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先去听第一集 再回来听第二集 那今天一样我没有写稿 我就是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 那有人问说 为什么我会记得旅行的这么多细节 这么多detail 那是因为我有写部落格 我有一个blog 通常我会在上面记录我自己的旅行的东西 所以我在录音之前 有去看一下我之前写了什么 所以我才会记得这么多细节 好那第三天我们就是在台南 起来我们去吃早餐 我们去永乐市场 这个在台南很有名的一个市场 一个早市 就是早上开的市场 然后里面就是超多东西吃的 摩托车也可以在里面骑来骑去 那一天早上我们也是吃了很多东西 然后就准备上路了 那这一天我们就是从台南骑到高雄 再从高雄骑到屏东 最后停留在台东 因为今天骑的路程比较远 我们就有点在赶路 就是没有停留太多 不过也是有在一些庙啊 一些古籍停留 走走拍照这样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是 在平鵝公路 就是从屏东到台东的路上 那个是西海岸 西边的海岸 就看到很漂亮的大海这样 然后我们那次骑 我觉得应该是整趟中 连续骑最长的一段 是连续骑两个小时 然后在快接近镜头的时候 快到的时候 我的屁股也超酸超痛 快受不了了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经过 公路咖啡车 就是在海边旁边的咖啡车 我们就停下来 喝个咖啡休息一下 我一直都觉得海边的咖啡车 很浪漫 特别是在这种环岛途中 累得半死 屁股又超酸的时候 停下来休息 喝杯饮料 听听音乐 看海 就觉得哇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享受的事情呢 而且那边还有吊床 吊床就是在 两棵树之间 你绑一个布 然后你可以躺在上面 所以我们还躺在吊床上面 看海 休息 就觉得哇 好棒 然后等到感觉比较好 比较有精神之后 我们又继续骑 骑到今天的最后一站台东 那因为我对台东算是蛮熟的 我之前有在台东 打工换书 住过一个月 然后之后 每年都会回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算是 我的第二个家了 我们是停在台东的都兰 那都兰算是 台东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小镇 可是你可以看到 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小镇 很多外国人 也很多从外地搬来的人 那那为什么 它会这么受外地人 跟外国人的欢迎呢 我想是因为它走路 就可以到海边 然后那个海边 很适合冲浪 很适合surfing 我自己是不会冲浪啦 但我听其他朋友说 这个海边很适合初学者 学冲浪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么受欢迎 那我是没有冲浪 不过 我非常喜欢 这个台东 还有这个小镇 很悠闲的气氛 特别是我待在台北 很长一段时间 觉得快受不了的时候 我就会逃到别的县市去 那我很常回去台东走走 因为那边就是我熟悉的地方 然后又有认识的人 所以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回去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台东 就是非常漂亮 可以看海 很悠哉 然后因为我认识的那个朋友 他是一个当地人 那他是一个歌手 他常常在那边的酒吧 或者是一些表演的场地表演 自弹自唱吉他 然后我很喜欢听他唱歌 所以那天刚好他有表演 我们就跑过去听 那都然就是一个小镇嘛 所以他的那些酒吧 表演的地方也都是小小的 很容易就会坐满了人 然后气氛就很热闹 很开心 那在台东停留一晚 隔天我们就要离开 只在台东待一晚 我就会觉得 啊好舍不得 好想要留在这里 不过还是要继续我们的旅行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是要从台东骑到花莲 我本来看到这个行程 想说今天好像很轻松 只有从台东骑到花莲 但是我朋友说 哦这骑时很长耶 其实第二天 我们就骑了220公里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花莲这么大 有点蠢 那这一天的路线 不是走海线 是走山线 因为有分成山线跟海线 山线就是走山路 你会经过山上 海线就是走海岸线 你会经过海边 那一般来说 我都会是走海线 因为东部的海 就是超级美 但今天我们走山线 觉得体验一下 不错的路线 也蛮好的 而且骑在山上啊 然后背山环绕 感觉很棒 心情很好 很舒服 我们抵达花莲后 我们就是要去吃小吃 然后在花莲 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 叫做炸弹 葱油饼 抵达青年旅馆的时候 老板就给我们一个地图 然后因为那个时间蛮晚的 我们就赶快 骑车要去买葱油饼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我就把地图打开看一下 然后我就听到 我人跟我说 你们要去哪里 我以为我听错了 所以我就抬头看右边 是一对情侣 骑着机车 然后后座的女生就说 就说我们是在地人 可以跟你说 那我就跟她说 我们要去买炸弹葱油饼 结果她就说 我带你去最好吃的那一家 她就这样骑车带我们 到了那家店 然后就走了 就跟我们说再见 就走了 我就觉得哇塞 她完全就只是想要帮我们 看我们是外地人 就想要带我们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走了 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意图 我之前看一些国外YouTuber 拍的影片 就是说在台湾打开地图 就会有人靠过来问 要不要帮忙 没有想到不止外国人 连我自己是台湾人 在台湾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觉得哇 我觉得特别是中南部 跟东部的朋友 就是超级热情 也太可爱了吧 这对情侣应该是原住民 就是原住民的朋友 就是特别可爱 特别亲切 这也是为什么 我这么喜欢原住民的朋友的原因 到了第五天 最后一天 那一天的半夜 我就被房间其他人的打呼声吵醒 打呼就是snore 那个打呼声超级大声 被吵起来我就睡不着了 然后我看一下时间才凌晨四点钟 我想说嗯怎么办 这个时间起来 后来我就想说 不然就去看日出好了 其实一般来说 你要我自己起来去看日出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都起不来 我本来完全没有打算要去看日出 本来就只是想要好好睡觉 结果想说既然都被吵醒 那我就去看日出好了 很好笑 然后因为那个旅馆 有脚踏车可以借 我就要骑脚踏车 去海边看日出 那我正要出门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 其他的旅客 其他背包客 他就说他也要去海边看日出 我们就一起去 然后我们就边骑边聊天 我就问他是哪里人 因为我听他的口音 我就知道他是中国人 他就说他是从厦门 自己一个人来台湾玩的 那他还是一个大学生 我就觉得比较特别 通常来台湾旅游的中国人 一般来说都是 你可能在台湾读书 或者是一大群旅游团一起来 我比较少遇到这种 自己一个人从中国 独自来旅行来玩的人 所以就觉得很有趣 他就说他一开始 先在台北玩了四天 我就问他 你在台北最喜欢哪里 他就说西门町 我就说为什么 他就说 因为那边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如果去过西门町的人 你们应该知道那边有很多团体 有很多活动 像是法轮功 还有台湾独立 各式各样的政治团体 那边就是会有蛮多 算抗议活动 或者是社会运动的人 他就说 他觉得这些东西很有趣 他还去了成品书店 在那边待了好久 看了很多禁书 禁就是禁止的禁 这些书在中国可能是 看不到的 被禁止的禁书 他说他在书店待了一整天 看了很多禁书 觉得很过瘾 我就觉得很有趣 其实那次是我第一次跟中国人 这样面对面的聊天 聊比较深入的话题 像是我以前的公司 因为我们的工厂在中国 所以每天都会跟中国同事 Skype或是打电话 但是我们平常在上班 也不会去聊其他的话题 更不可能会去聊政治的东西 这是我第一次实际跟中国人 有比较深入的聊天 比较深的对话 所以我就印象深刻 然后他刚刚自己都提到那些政治团体 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聊到政治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中国的政府会去封锁消息 像是以前比较敏感的事件 跟政治有关的一些事件 一些社会运动 在他们的网路上是查不到这些资料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地问他说 你知道一些以前的事件吗 像是六四天安门 这个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学生运动 我就想说既然他们的政府都不让他们查到这些资料 那他们会知道这些事情吗 所以我就问他 他就说 我知道啊 其实我们还是会偷偷地聊 我们就聊了很多政治的东西 政治的话题 最后我就问他说 你会觉得台湾跟中国要统一吗 他就说 以前我会觉得要统一 但是来台北旅行后 我就觉得不统一也好 因为如果统一之后 台湾被中国控制 那台北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很喜欢台北 我不希望这里被中国干涉 我听到他说这些话 其实我心里很感动 我就觉得台湾的人文文化 还有一切是那么的不一样 因为他来到台湾旅行后 竟然可以改变他的想法 特别是政治立场 这种很难去改变 也不太可能会改变的东西 然后他来了台北一趟 竟然会改变这个想法 让我觉得很惊讶 而且我更深深地感受到 说中国年轻的一代很不一样 因为像是后来我去旅行 不管是在台湾旅行 或者是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也遇过很多很多中国人 那一般来说 我是不会去跟他们聊政治 因为想也知道 就是比较敏感的话题 可能会吵架或是不好 其实就算在台湾 我也不太会主动跟人聊政治 除非他要跟我聊 我就聊 那更何况是跟中国人聊 但有时候就是会聊到 就是别人就会问我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就会聊 那也是遇过各式各样不同的 有比较open minded的 有比较思想 比较开明的人 就会跟我谈论说 觉得台湾怎么样 中国怎么样 那有遇过就是 是想要跟我吵架的人 就是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样 就是各种人都有 其实这个经验 是我整个旅行中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就是有一点点冲击吧 以前会觉得 我们的政治立场很不一样 就是不可以聊政治 可是竟然遇到 就是不一样的年轻人 他才20岁 然后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还是很开明 并不会是去说 台湾就是怎样 中国就是怎样 然后到台湾旅行一趟 竟然可以改变他的想法 那我再分享另外一个经验 给你们听 后来我就去 也是在台湾旅行 然后我就遇到一个 中国的男生 我忘记他是哪里人了 但是他的口音很有特色 口音蛮重的 我们就聊天聊天 他就自己忽然跟我聊政治 他就忽然开始批评 中国的政府 就是开始说 中国的政府怎样怎样 其实我都只是听听而已 我就听他要讲什么 后来他就说 我以前在中国看新闻 他们说 台湾人都过得很可怜 很辛苦 台湾的政府多糟糕 结果我自己来台湾以后 我觉得你们过得很爽啊 这是他自己跟我说的 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自己就讲了 这么多政治的东西 我就问他说 那你希望台湾被中国统一吗 他就说 我觉得你们独立最好 我就觉得 哇 好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人 亲口跟我说 你们独立最好 我就觉得 哇 很惊讶 他还说什么 他很想要待在这里不走 我就说 那你就留下来啊 他就说 我留下来 你们政府可以收留我吗 什么的 这些在旅行中 遇到的中国朋友 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可以实际跟他们交流 对我来说很特别 因为就不是在网路上 可能你看到别人都是在吵架 就是中国这么大 也是有很多思想开明 很开放的人 那这些朋友 虽然后来也都没有联络 他们有问我说 我有没有用微信 或是QQ 可是我就说 哦 我没有用 那这样就不能联络了 对 那我觉得 这些在旅行中遇到的人啊 其实对我来说 是最 最特别的 因为像一段旅行中 风景很美 什么很美 对 但是会让我真的去记得 去想念 去怀念的 其实是在旅行中遇到的人 后来最后一天 我们就从 花莲 骑到宜兰 然后就骑回台北了 那我来分享一下 这趟环岛旅行的 一些心得的 一些想法 我觉得环岛很特别的是 就算这些城市 这些地方 我都去过了 可是环岛不一样的是 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一个城市 接着一个城市 从这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 这样走 环了一圈 这趟旅行更可以体会到说 台湾的每个县市 每个地方都有 它自己独特的特色 可能是风景 可能是食物 可能是人 可能是语言 口音 等等 或是一些气氛 所以在短时间内 体会到各种不同县市的 一些人文色彩 我觉得很有趣 还有就是说 在短短的时间内 我就可以从海边 到高山 到稻田 再到城市 就是也是一种 视觉上跟感受上的冲击 很不一样的体验 而且在旅行的途中 就是环岛 环岛一半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下次我要怎么环岛 我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环 我就觉得台湾真的很美 很漂亮 很感动 下次我有比较多的时间 我可能会搭火车 我是搭便车 Hitchhiking 不知道 就会想要试试不同的方式 再还一次 好 那以上就是环岛旅行的故事 我觉得我这一次讲得有点乱 因为我也是没有写稿 我就是看着我以前的blog 我写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这样回想这段旅行 然后就把比较印象 比较深刻的讲出来 所以听起来可能有点跳 有点乱 不过这个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这段旅行结束之后 我有做了一个短片 一个短短的video 那我会把它放在show note 但是画质不是很好 如果我不介意的话 可以去看看 最后来念一位听众 在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的评论 他是来自美国的 MKIM10 他说 Great podcast for listening 他说如果你在终极程度 要找到好的 适合的内容 真的很难 这个podcast 真的很有帮助 因为Abby提供transcript 而且也用 everyday language 听这个podcast 我学到很多 而且强力推荐 给所有终极跟高级程度的学生 非常谢谢你 给我这么好的review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 想要做podcast的原因之一 我以前在学英文的时候 我觉得在终极程度 要找到适合的内容 很难 因为在这个程度 要去听一些 native label的东西 还太难 一般的教材又太简单 所以我觉得终极这个程度 是比较难找到适合的教材 特别是华语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podcast的 其中一个原因 但也很高兴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也请大家去apple podcast 给我五颗心 帮我写一些review 一些评论 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 是个很好的feedback 那如果你想要给我支持的话 你想要帮助我 做更多节目的话 你也可以去我的patreon 上面支持我 或是到我的网站去 请我喝杯咖啡 帮助我做更多节目 给你们听 谢谢大家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那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1976的耳机里的新浪潮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旅行 特别是公路旅行的时候听 希望你喜欢